如果你不想赶跑家里的福运而招来霉运的话 那么就赶快远离家庭的这三大禁忌 打死都不要触碰 你要是不定话呀 哪怕你只碰了一个 这个家庭的福运也会离你远去呀 古人不是说吗 福不往至祸不屠生 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福气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灾祸 这个视频是关家庭今后的兴望发达 赶紧点赞收藏反复的观看 第一个 每天不要经常的吵架斗气 不要破坏家庭的祥和安宁 很多家庭就是这样 整天为了一些鸡毛涮皮的小事 在家里面吵过来吵过去的 骂过来骂过去的 一天到晚就那些事 翻来覆去的翻后章 你要知道啊 一个火药味十足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没有人会待得下去的 这个福运财运呢 他也不愿意待下去呀 家庭不安百财不入 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人和财富你都养不住 所谓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啊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在家里面平时啊 总是谁爱吵事 接茶的 你就把这个视频啊 转发给他看看 第二个 家庭问题 不要计较谁对谁错 不要纠缠于书和盈 家庭当中 那些所谓的对与错 书和盈 其实啊 就是一个角度问题 站在你的角度上 哎 那可能就是对的 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讲啊 那可能就是错的 一个家庭 能够持续和谐的命令 就是你要懂得 红烧和清蒸 这是一个口味的问题 他终归做的是那条鱼啊 而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 夫妻之间 如果因为这些事情 弄得整天是怒目相向 愁眉苦脸 你的家庭啊 那可是特别没有温度啊 那就是一个面具夫妻啊 你想想啊 一个冰冷的家庭 哪里来的运气呢 你要知道 男人是女人的命 女人是男人的运啊 两人合在一起和谐 那才会经常有好运呢 对吗 认同点赞 第三个 不要整天在家里面对着孩子发泄情绪 偶渣会后患无穷的 你要知道经常被吼骂的孩子 以后会怎么样呢 首先我告诉你啊 孩子会跟你学会一样的暴躁 小的时候也许他不敢反抗 等有一天他长大了 那可要跟你对着干了 孩子就会非常的叛逆 就会非常的极端 甚至会导致他的自卑 内向 胆小懦弱 那这样下去 家庭怎么可能会越来越好呢 你要知道 尽管你对孩子啊 这个也是失望 那个也是不满 那可是你的孩子啊 属我直言 孩子的任何问题 其实都不算孩子的问题 而是利益的问题 难道不是吗 遗传基因不是你的问题吗 教育方式的贫乏不是你的问题吗 言传身教不到位 不是你的问题吗 孩子嘛 就是一张白纸 哪里来那么多问题呢 如果这一点都不明白的 整天在家里面就知道 跟孩子好来好去的 孩子被好的性格都变了 你在家里 哪还会招来好运气呢 哪里还会有好福气呢 如果以上我说的这三点 你都能够克服掉 你家里面一定会越来越顺利 越来越有好运气 关注我 给你更多的试用干货